有一位宝宝做什么开轿的其中 我觉得我周遭的人 我觉得我周遭的人都很担心 然后他们好像是很担心 就是因为一方面 他们知道我的喜序很开心 然后同时也很担心 因为他们就觉得 宝宝很多东西要注意 例如什么事不要做 不要爬高不要干嘛 他们觉得我很像就是很出神经 然后就随时会叮咛我 然后再来就是 像我一些歌手朋友 他们就一直叫我要听一些音乐 然后我就说我有我听 我都听很嗨的这样子 然后就是因为饶舌啊什么的 干大事我一定我超爱玩童啊 然后像罗百姬什么都听 喔好嗨很开心 这样我有时候也会跟着抖动 他说他说可以 他说但是你尽量多方面的听 然后他们就给我都是一些贝多芬 或什么的 那我想说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听我可能就会觉得很想睡 我还是喜欢里面有歌词 有power我可以跟着一起的那种 然后他们就说你尽量多元一点 觉得我对小孩应该还ok 然后就是我觉得比较 目前让我最挫败的应该只有韦汝的小孩 因为那时候韦汝的小孩 还就是小的时候他看到我就一直哭 然后想说到底有什么好哭的 因为我就是我一开始就 哈喽 然后什么时候韦汝说你知道他会吓死 然后我想说我想展示我对他的热情 好然后他就好那哭然后 结果他长大一点的时候 他看到我的时候还是一样不太鳥我 然后我后来他就会讲话 所以他就说阿姨你好丑 然后我整个就傻眼 然后因为然后另外一个 然后另外女生 那可是他就一直笑 因为妈妈一直笑 他觉得很好笑 然后想说那是什么好笑的 然后可是同时那有另外一个女生呢 他就说阿姨你好漂亮 然后我那时候在副架子 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难过 然后但是人家说小孩不会说谎 然后又说小孩就是都是讲真心话 那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没有 他一定是见识不多 他看的人太少了 看的人太少了 对所以他不懂的每个种类都每个种类的美 有没有人要想到你小孩子的就是干爹或干嘛 有阿就是 呃宇杰是最最积极的 因为他喔 因为其实他真的很多人就说可能 一怀孕的时候感觉很就会很就会开心到大哭或什么 其实我也也没有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 然后反而宇杰从知道喜叙他就哭 然后登记那天他也哭 他就太兴奋然后又很感动 所以呃反正他就是他也是想要当我小小孩的就是干妈嘛 然后同时就在登记的时候他那天也是哭的乱七八糟 然后我都想说护证事务所应该以为他才是新娘 很快喔在几十天就十几天就农历年了喔 因为以前大部分我都一个人 然后到后来可能身边的朋友他们会安排家庭出游 真的很好可能会一起去 但终究你还不是自己的那种家 那这一次第一次你好像就是有一个家可以过年 那相对的像你讲的其实就像我今天来节目 也很多事情是要询问的 因为其实真的不知道说呃你到长辈家去拜访的时候 因为如果一般的长辈或像我很喜欢去探访一些独居老人 那个其实你就是陪伴然后跟他聊天 然后物资或什么的其实这都很简单 但是你另外一半的家的时候好像这个顾虑有更多 因为你知道通常他们就儿子一定都会讲说不用啦 我爸妈他们不需要啦不缺不怎么样 那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如果都空手或什么的 这样子真的好像很没有礼貌 那所以你就会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做是最好的 那所以而且就是呃有时候长辈他的穿着啊干嘛的你也要注意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像我很喜欢穿短裤 然后像呃很多人都会讲说你去见长辈或干嘛 还是不要这样穿短裤啊或者是有一些我觉得裤头 或者是有时候我穿一些比较暗黑的状态 可是好像嗯长辈都会比较喜欢就是阳光一点亮色细一点 所以我今天也是要来请教说就已经经验很丰富的人 到底说送礼是怎么样可以都就是不要被打枪 然后可能是怎么样的整个状态是最好的 过年届还是会有点不太好意思 所以你说真的很完整 因为我想像之后那团圆饭就是可能很多的亲戚 然后家人然后一起吃饭 然后可能还有拜祖先啊 然后可能结束的时候大家不是说要熟睡吗 一起去拜拜 然后或者是一起小赌遗情 这是我想像中很美好的话题 你都还没有体验过 所以今年就有体验到 对就是真的差很多 对啊他是不是跟老公讨论怎么样包红包给长辈 我跟你说很多男生或很多另外一半 真的都是你的主队 因为就是你会讲说你会跟他讲说 我年杰我一定要送那不用啊 我爸爸妈妈不用那么麻烦啊 你这样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然后其实你会觉得说这是礼貌 而且要让他知道说这个习不很用心 然后你跟他讲包红包 他就说不用啦 我爸爸妈妈都会包给我们 你还可以拿红包 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 你要包给他 然后他也是还在学习的状态 他说是哦 我就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伴手里 甚至你的亲戚怎么大家可以一起吃啊 尤其像什么肉干啊 或者过年那些小吃 他说不用啦 不用那么麻烦啦 我爸爸妈妈都会自己煮啦 男生真的是永远的死小孩 对啊 因为那是他自己 对呀 那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